搬家是病毒营销 深圳的一家大公司在搬家 从福田搬迁去南山 公司总经理小泽 率领公司上下2000多名职工 浩浩荡荡 列队向公司新指徒步前进 在其上写着两行大字 多谢福田各界人士过去给予的关照 欢迎南山地各界人士今后多多次叫 短短两句话 把公司从何处来搬往何处 说得明明白白 继为公司做了广告 又不违反广告法 还不用花多少钱 这一点型的新闻策划事件 就出赵老板之手 事后小泽偷偷花了150万赵老板公司 以示谢意 赵老板得之后 一反常态 没有将钱退还给他 而是在该年的秋天 在广州组织了一场以小泽公司为名义 霍奇尼斯记录的集体舞会 打破了由美国保持了五年的人数 参加记录 该消息通过卫星电视和广播传播全球 是一次单纯的广告活动 成为举世瞩目的全球新闻 也使远在南山的小泽公司 不费分文 就做了一个只有耗费巨资 才能做成的全球性宣传 当然赵老板公司另外还策划出了许多成功的新闻事件 他策划的每一个事件都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 从而为客户带来了巨大的知名度和商业利益 当老赵75岁的时候 有人问他下一个举世震惊的奇妙策划是什么时 他回答说 那当然是我的葬礼 那是进行广告宣传的最好时机 实际上 他的这个创意已经被冯小刚借用了 冯小刚在电影《大腕》里 就描述了一个充满财富的葬礼 在生活中 我们看到过许多记忆深刻的营销广告 他们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们打破了原有的思维方式 用逆向思维去寻找突破点 可见 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我们必须跳出惯性思维的陷阱 运用反惯性思维去看待这个世界 你才会看到更多的商机与出路 你认同吗 认同的点赞关注